老表只搶金,黃金周十年最靜 為期三天的五一勞動節假期 昨天正式開始展開割燭 割燭些什麼?黃金呀! 所有老表都割燭各位 一開閘的時候,個個都搶呀搶 有些金舖人氣頂盛 整二百人在裡面買金 不少老表逼爆沙田新城市廣場的金舖 排隊等開閘買黃金 尖沙咀都有多間金舖逼爆 有店外經理說,龍鳳鴉好像賣叉燒包一樣 一出就被人搶光了 這邊,他有他們搶金 但另一邊的零售就怕烏鷹了 因為老表的預算沒有以前多 總有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五六千 一萬八千左右吧? 兩千塊錢吧 就是不鬆手 以往的名店排隊情景就沒有了 更何況其他零售業 甚至連酒店都因為貴都少人住 所以旅遊業議會都說 這個是近十年最剩的黃金舟 最重要原因就是黃金舟 以前大家想要黃金舟黃金舟 其實現在五一不是黃金舟 一三是假期 第二,我想琴流感有些影響 入境處數字顯示 黃金舟第一日入境內地客只有十二萬 較去年減少近萬人 較去年減少近萬人 到處同 另一個需求